美国军事实力一直在世界前列,它是世界上拥有航母最多的国家。 到2017年底,美洲共拥有12艘航母,而航母是需要大量的船员来维护的,甚至有的航母上达到了5600多名船员,包括600多名女兵。 每一次航母出海都要在海上度过相当长的时间,因此航母上各种生活正式配置完善,士兵在上面生活,唯一觉得,不变的就是男女共用的厕所了。 据悉,美国的布什号曾经出现过一件非常奇怪的事,这艘高科技航母上配置有423个卫生间,采用了最新型的真空马桶。 不仅无意味,而且还能节约用水,干净卫生便利打扫,但是这种高科技马桶无法消化育兵们的卫生用品,多次造成了全舰400公里长的真空排污管道。 臭气熏天,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堵塞了35个小时,船上的船员们不得不减少饮用水,而且有尿也得憋住,所以许多水兵就患上了尿路感染。 真是苦不堪言,虽然厕所堵住并不是件大事,但是却给士兵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不便,因此不需要航母当时航,不久就被开回了船厂进行厕所改造,将真空抽气马桶,化成了普通的抽选马桶。 这样之后类似的事情就很少有发生,船上的水兵们也终于不用再忍受之前那种痛苦了,图片来自网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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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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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